1.5公斤 好像是气压还不是太足 昨天不是炸胎了吗 炸了3根铁丝 不知道是慢跑鞋还是怎么回事 我感觉也能骑 一晚上没跑没 说明没什么太大问题 等一会再补点气 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 我不说你们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这里面都满了 哎呀都是水 一直下到今天中午然后才停 这会的话出太阳了 要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晾一下 全是水 昨天晚上下的最少是一场中雨 哎 这边就没有 咱们抄的有点偏 把那个包里下满了 也要 拿开全部晾就晾 这个木板还都是湿的 我要把帐篷拆了 然后晾一下 下面全是水 昨天晚上雨太大 都结果已经透了 一层 哇 整个下面 全湿了 全湿了 好 雪水 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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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这里还有这个拿 酸奶 鱼肉面 吃点东西在这 刚才晚上被雨水泡了 有点潮湿 离开了 水平下 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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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下 正式进入牟垒县 完了 又扎了 这一天扎一次呀 我也是浮了 找了一圈 没找到铁丝 不知道是哪里漏的 反正是漏的很慢 也还能起 就是气压非常小 要不然就是昨天晚上修 然后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野 跑得很慢很慢的那种 先到县城里吧 然后转一圈 看要是真的没气的话 然后就再补胎吧 后面就是县城了 过去县城以后就进入哈密那边了 沐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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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垒到巴里坤这一段 我感觉是我这两天骑行天山北线最漂亮的一段 风景挺不错的 前两天的时候看不见云彩 也可能是刚刚下完雨 水气比较大 所以说云层比较厚一些 但是风景确实很漂亮 需要补点气 没气了 还是不确定 是扎了还是慢跑气 没气了 没气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风随古道 游牧传奇 太阳又快下山了 看看这里能露营吗 能露营的话就在这里露营 哇 好像是不可疑啊 哇 下午风景还是挺不错的 一公里前往前面的大石头乡 买完补给以后 看看能不能露营 这边的话全部都是戈壁摊 没有什么太高的树 刚才看了下这个风火台也不行 不能露营 他还在找一个吧 超市挺大的 在这边买些补给 那个我买了菜自己做就行了 没事 你拿下吃吧 没事 开外吃 谢谢 谢谢 坐在那边坐 我看我先弄点东西 要不然添碎了 谢谢啊 应该买今天晚上吃的差不多 买了一大堆补给 今天晚上吃的哈 两个拿 还有这个老板给了一个玉米 谢谢了 我今天可能就在这个乡里露营了 哪里都不去了 现在是晚上的9点钟了已经 这边下午真凉爽 刚才听 这是老板说 前两天的时候这边还是特别热 就这两天刚降温 这一降温一下降到20多度 你说舒服不舒服 对过是大石头厢的政府 就在这边的旁边是厅厂 这里有一个飞气的厂房 好像是 我在这个位置露营了 这个还有水泥地面 今天晚上 这个房子现在好像是没有人住 飞气很久了 晚上要下雨的话 我可以把帐篷还有车子 弄到这个屋檐底下 方便避雨 我在这里搭帐篷 这位置 把这个小石头清一下 要不然晚上 转捧下面不平 然后拿着 纸盐 后面 拿着 一定要 再装 看看 他们要衝 就是 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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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水 把这个辣椒籽切出来 其实也没有太多辣椒籽 这个辣椒籽切出来 1.2.1.2 把肉切成熟 一小块 碎块 碎块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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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先热一下锅 买了6个鸡蛋 全吃了 锅子 买了6个鸡蛋 鸡蛋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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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蒜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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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食材 一般的食材 是用的 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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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椒炒鸡蛋 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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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点盐 来点水 稍微把那盐冲开 要不然太咸了 来给你们上个镜 一群放暑假了 全新玲珑的 好吃吧 还好吃 米基林无性级大厨 感觉怎么样 非常好吃 对 好吃就行 还有没有 不要说我黑暗料理 人家这伙 他他客族的这个 小朋友都说这个好吃 好吃 我去吃一点 吃吧吃吧 求求你了 再给我吃一口 求求你了 非常好吃 碳纤维材质的手机 我要喝一口 好吃不 太好吃了 绝对不是黑暗料理好吧 我知道我想起了我妈妈的味道 太好吃了好吧 这几个小朋友太调皮了 好的好的再见 老爽明天是我跟着你 再见 有点冷 还有个玉米 还有馕 今天晚上很丰盛 还有人说 我做饭不好吃 谁说的 我的玉米好嫩 嗯 刚下来了 干杯 和你一起来吃 我说真的 一般 都不是 不知道 我做的 你做的 我做的 是 我做的 你做的 有点 有点 快 我做的 好 晚上11点钟 天气降温了 今天晚上明显感觉到冷 睡觉了 晚安 拜拜